哇 虽然下着雨啊 但是还是来这里看到 因为有一些钓友 一些这个 宜兰的这边 我们这边是南 那个苏澳港 苏澳港旁边的 这里是叫做 南方澳什么的 是不是叫南方澳 南方澳渔港 南方澳渔港 我来到这里看到有两位 老先生在这里钓鱼 这里鱼货不错 这里有一个位置 没想到在这个 渔港里边的鱼还挺多的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 比较会咬 很快就会咬 放下去很快就会咬 那我们看一下 主要是拍这条片呢 要介绍我们这位 老先生 他那个 哇 哈哈 这个 我第一次见到 自己 自制作的 这种 这样的这么办的 装置 利用力学 利用力学的原理 来支撑 这样钓鱼的话呢 又轻松 又安全 大家看一下 这种 力学的 这样的原理的 结构 大家可以模仿 可以模仿一下 不妨的模仿一下 请问你 呃 这个 这个大哥 你那个 这个是你研究出来的 是不是 先画图 画图 要画图啊 对啊 本来刚开始没有的时候 你当然要画图 先画好的时候 图先画好的时候 你再做 做不好 再慢慢改进 改进这样子 改到就是改到最后的成品 哦 那你花了多长时间 才把这个弄成 差不多半年到一年时间 半年到一年 从有到没有 那当然就是别那么简单 哇 那这花了很多心思的时间 呃 还有呢 这里还有他自己搞了一个这样的帐篷啊 这个 夹在这个 呃 钻鱼的 这个桶上面 这样的话 钓鱼下雨 就不怕被鱼鳞了 大家看一下 播棒 啊 人家花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 做出来的东西 愿意跟大家分享 跟我们的鱼 鱼友钓友分享 哈哈哈 这个是 把一些 有用没用的东西 错合错合 但是呢 很实用啊 很实在啊 是不是 又不用花钱 就是花时间而已 对了 就是花脑筋 花脑筋 啊 还有花时间 很棒 这都是要大家在自己去找一下 有什么可以用的了 有什么可以用得上的 然后组装起来 这样的话呢 钓鱼的时候就很轻松了 啊 这有鱼的时候这里 按一下 利用这个 支力 把它撑起来 啊 啊 这个比较适合 年纪稍微大一点哦 对对对对 啊 然后这样轻轻松松 又再又再 又再又再 一下子又一条 一下子又一条 啊 不用不用辛苦 不用累 年轻人的话呢 如果他要喜欢那种手感啊 喜欢那个钓鱼的手感啊 那就可能 呃 不一定他不愿意喜欢 啊 哎呀 真棒真棒 啊 这里的是 南方奥鱼港的景观 周边的景观 背着山 后面有山 这里有停车场来这里钓鱼的话呢 不怕没有地方停车 这里真的没想到这里 鱼是挺多的 所以大家 呃 在花 啊 那个这边是宜兰的 在宜兰这边 不妨可以来这里 南方奥鱼港这里钓鱼 那我今天的话呢 因为下雨 下雨天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所以的话呢 我在这边中午吃了个海鲜餐 自己在这里的这个鱼市场 在那边有个鱼市场 买了虾还有十九公鱼 然后去加工 吃了饭 我就出来这边走走 发现这里有人钓鱼 而且鱼货还不错 我们 让这位老先生给我们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这里的鱼货给我们的钓鱼看看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哇很棒 哇 哎呀 有大有小啊 有大有小 大家看一下 哇 非常生猛 哇 最大的那条鱼是什么鱼啊 斗鱼 倒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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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钓是台语吗 斗钓啊 对啦 直接翻译了 是台语还是 台语直接翻译 台语 通称是钓 钓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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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钓车的钓 钓 钓 叫钓 是不是啊 哦 哇 这个鱼好吃吗 这个鱼 好吃啊 哇 你们经常来钓 还是久久来吃啊 最近比较常 上个礼拜来 现在又来 最近比较常来 这里有什么那么吸引你呢 来这里钓鱼 鱼比较大 鱼比较大 都没有这么大的鱼 我发觉我是从那个布袋港一直过来 看到你这鱼港 鱼港来说你这里的鱼算是比较大的了 有大有小了 但是也有大的 好谢谢 哇鱼越下越大了 越下越大 哦 好那我们这次南方鳄鱼港的分享 这个钓娱乐的这条视频就到这里为止了 还有一会的话等鱼小一点我就会去试钓 好这条视频到这里为止 谢谢收看